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女江西范 这都是跟春晚一样重要的事情 全都是翻来翻去啊 今天的这个事情啊 所以我就老实说这个马后炮没有什么不好 对吧 哎 怎么要怀念这个严肃老人啊 这严肃这个过世了 你觉得我当时想到最后就他有一句歌词 我记得你对纳英唱的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让我把这纷扰感的晶晶竹竹明明 白白真真切切 借我 你说现在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在生活的 不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生活在这么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社会啊 你经常看这些新闻啊 你就恨不能你有这么一双慧眼 能够把这个纷扰啊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 别了 还是物理看话比较好 看得太清楚啊 像我们华东斯大校友江旭林这样 哦 江旭林好像自杀 对 看得太清楚是不好 他不知道啊 我要知道的话我就劝他 我也是看见很多就写他 哎 是跟你是同行是吧 你是社会学家吗 周老师 他们到什么社会学家就是教社会学的一老师 哦 那么这个 这样 社会学跟今天的事有关系 就是哈尔滨这个天价鱼 我先让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在聊这个事 你可以看看 你看啊 这是那个收费单 就是这个游客啊 跑被拉到一个叫一个什么野生渔村 吃了这么一顿啊 买单一万零三百零二元 你注意看主要是一种黄鱼啊 就黄黄鱼是这个398块钱一斤啊 是按这个价算的 最后买单这么多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 这个是哪个账单的 这反而 这个是后来他实际付的 啊 就是警察来了嘛 又减了三千多 就付了七千多 对吧 哎 你知道官方调查第一天 情人节那天组成了吗 就是说第一天调查 就说这是明码标价 没有太多违规的行为 结果这个网友一怒啊 哈加哈尔滨马上组织调查组 哎 我们就检讨调查工作 然后过不了两天 邦机又出来了一个结论 为什么我要让他们这个结论呢 打出这个字幕来 你知道我就觉得啊 太熟悉了 你信不信 你看看最后这个 现在这个天价鱼啊 你就看这些啊 北岸虽然是北岸野生鱼村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换成很多个名字啊 把人工养殖黄鱼 当野生黄鱼售卖 欺诈消费者 餐饮服务许可证 到期未按时申请延续 无证经营 证照与牌匾 名称不符 不以真实名称提供服务 你再看下边 点菜单上签字 系饭店服务员所签 双方发生过肢体冲突 陈某被打 就这个这个投诉者了 情况属实 民警张某某出警 存在不规范 不文明 执法行为 哎 我就觉得这个调查结论啊 他有一定的普适性 你觉不觉得我 每这个每个地方一刀投诉 最后你要认真调查 都是这么一些 就咱这个饭店好像就少有几个是名食相符的 证兆没过期的 对吧 就是说什么卖什么的 就是怎么 这是个一定程度上是个较为普遍的事 你不觉得吗 当然是 这就是诚信问题 诚信问题有三个仓册 一个是国家主权信用 一个是一般企业信用 一个是自然人信用 一个是 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 我这词都是官方文件里的原话啊 哦 这个不是我自己用的词 是不是整个被党的政务文件 不用被 水不在这摆着呢 对吧 这个 这个 就说这些诚信是个大事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 18届三中全会讲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 原来叫基础性的作用 后来改成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不对 那么市场经济后头有三句话 第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第二个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第三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你这三个你要没有 你哪来的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经济 它是个系统经济 你像这个就是有商业欺诈 比如说为什么这么贵 他说我是野生的 第一野生的你就不能吃 野生你吃了 你就破坏了保护野生动物法了 因为那个鱼 它是据说还是一级二级保护动物 第二你欺诈了 你人工饲养 你杠着野生的 这就涉及到商业欺诈 还有签字 签字怎么服务员签字 你顾客签字 你服务员就给人替人签上了 这都是欺诈行为 所以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普遍性 普遍性就是中国的诚信问题是个大事 所以为什么还是那句话 受入于核心价值观里头叫做 爱国敬业 这个诚信友善 诚信那是受入于核心价值观的 核心价值观可一大堆词 你都记得住 当然记得住 这有什么记不住的 我们北京每个500米就是受入于核心价值观 你到大厅上看看去 你能全计全了 当然计全了 你过来了 你敢吗 国家层面就是富强的 民主的 文明的 和谐的 社会层面就是自由的 平等的 公正的 法治的 个人层面就是爱国的 敬业的 友善的 和诚信的 当然了 这还用背吗 这不是背的问题 这是你得落实在行动中 春晚主持人应该是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后墙差了 开到家门口 实际一看 写了个父子 像这家怎么这么low 然后再开几十米 有个墙子 再开几十米 有一个什么别的事 因为墙差了 真是 现在就是 他说的也是 我觉得 就是好像这个 欺诈常态化 你觉不觉得 这次的事情的一个翻转 是他店里的这个 有个姓赵的经理 他自己不好 本来这个情况 已经是网友 都已经去谴责 那个姓陈的 这个买客了 因为这个事情 你不是说翻了好几番吗 他先抱怨不满吗 但抱怨不满了以后 后来他们店里边 他就去调查 当时就一个比较低的 商业部门的一个调查组 就去调查 调查的时候 没有调查这个投诉的人 就调查店里 那店里呢 就出示录像啊 还有警察啊 什么结论 就当初好像我们给他减价了 所有的东西讲的 大家都已经同情过来了 网友的态度已经说 你没钱不要乱点嘛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是这个经理跑出来 又讲了一番话 他大概就觉得搞定了 这个事情摆平了 就讲了一番话 就讲了一番话 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边的那个人 又又出示了个证据 核心的一个就是签字 其实那个牌照 跟这个是不是野生的 这个都要他官方才查得到 那个一般人查不到 他能够坚持的 就说这我没签过字 的确是有录像 他们最后分手还抱一抱 那就是警察来调停以后 他们打了以后 这个姓陈的呀 他说抱一抱 他现在的说法是 怕他打击报复 而且他现在就想稀释宁人 因为他们家接到一些个 苦客电话 对 他中间他其实已经退了 他就是说吃东西亏就亏了 他买 而且也不是他买的 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买的 但是后来呢 就是引申到一个更高层面的 一个调查组 这个更高层面的调查 在我看来 这更高层面的调查组 只讲了事情的表面的因 其实整个事情是 你想有几个因素没有说 他那个电池 是出租车司机带去 那司机带去 可以拿到回扣60% 你想想看 哪有这么高的回扣啊 那个60% 对 就是说买单的这个 对 就是说一万块钱 就是说他这个店 你只要能帮我人拉来这里 导游也好 什么人来也好 我可以给你一半的钱 你说这个黑道 那他这条链条啊 他绑架也给你绑了 他这个链条有多大 那个警察 这已经不叫什么吃回扣了 这叫有组织诈骗 但是但是我跟你讲 你要去问那些商铺的店 他完全给你给你诉苦 我们现在是想 你站在那个商铺的角度来讲 我辛辛苦苦赚的钱 我有一半是要给给我拉客的 还有刁烟的警察 还有第一次帮他调查组的当地的治检部门的这些人 他你做得到生意 做不到生意 你都得进贡的 所以我鱼不宰宰谁啊 所以我们社会有一句话 不是治社会病 是治一个病社会 这就是中医 中医不是治人的病 是治一个得病的人 人为什么得病 西医说了病原体 病菌病毒 抗生素是病菌 某些特要治病毒 把那病原体给你斩进山 你就好了 中医说错 我们中医这种原子是扶正驱邪 什么叫正 就是正气 就是人的免疫系统 免疫力 抵抗力 对不对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 它有波的意义呢 因为这件事 它不是一件事 它是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有了病 叫病社会 就是缺乏诚信 是一个主要的病 您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 你抓这个倒霉的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主张像这种事情 如果你真要是把它作为典型 听证 公开听证 把他们双方三方都叫来 叫来说 你们当面的来谈 我们这些人可以问 比如咱们这些人可以问 比如下来吃 回扣多少 你吃不吃回扣 你说我没吃 没吃 那为什么你往这拉扣 完全可以来对话 我们对话不是什么 对话 一对话 他撒谎 不行 为什么 你一撒谎 你就容易出毛病 为什么 比如我问你 你哪年毕业的 你大学哪上的 你的大学同学 你的大学老师 你要是真的 你说了 如果你辫子 再说一遍 你就说糊涂了 除非你受过编谎的训练 你取得优异的诚意 这样不就是谎话 容易吗 所以说我不怕你说谎话 张可贵核心价值观也不容易 您是审讯过人呢 还是被审讯过 这都是常识 像这种事就得 先抱抱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种事就得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老师 你是研究社会 刚才还讲什么病社会 对 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触 那你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就失去了诚信呢 不是 他也是慢慢的 慢慢的 现在所以说大力加强所谓诚信 那么还是说 我跟你说 我听过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不要美化中华民族 就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特别把诚信当成事过 这五千年历史都没怎么讲究过诚信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从近代某个时代开始 有人说是从这个被南送亡了 有人说是从清末 有人说是从这个民国 有人说是从新中国开始 有人说是从文革 对吧 人们这个丧失了诚信 您是这个过来人 您怎么看 从传统文化的精华 比如说孔子就讲 孔子学生就问孔子 一个国家有几件重要的事 孔子说三件 兵粮信 兵就是国防军备 粮就是粮食 物质技术 信就是信用 诚信 对不对 完了学生跟他调侃 说去一个 孔子说去兵 这就相当于小兵说 裁军一百万 裁军现在是三十万 首先就是去兵 绝不要搞军备竞赛 绝不要求兵独武 去兵 完了学生说还得去一个 孔子一想还剩一粮一个信 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吧 去粮食 饿死也要讲诚信 对 但是孔子讲了 自古人皆有死 民无信则不利 人家说的多棒 宁肯去粮 去粮那不就死了吗 但是人不得早晚得死吗 但是民无信则不利 什么叫利 利得住 利得起来 利得住 就是可追发展 就是你的节目 十八年 他利得住 这是最关键的事 全靠信 对 你可以有一个责任说 我们可以骗一个人 对吧 一辈子 也可以骗 在同样的时间内 你骗搜的人 但是你就没办法做到 在所有的时间内 骗所有的人 所以你这节目没有诚信 人家看一遍 看两遍 人家上当 人家不看 他这么个道理 所以说人家最后 人家孔子的一句话 民无信则不利 我去兵去粮 我也得不能去信 你说中国古代 重视不重视信 但是主流文化 不是 他说这个 你这 我就又想起这个狼牙榜来 你说这个 你看这个狼牙榜里 这就说明一个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狼牙榜里 隐藏着一个情怀 当然在词有点说烂了啊 我觉得他这个创作者 心里就觉得 能不能还这个一切的清明 对吧 他有一种 就这个能不能重视真相 一切价值都是次要的 对吧 真相 是这个事实 你看他这里边讲 就在中国混世界 包括混高层 混政治 对吧 你看 这个胡歌 就是个梅长苏是干什么的 就是说是 这些脏的手段 让我来干 这就说明你看 自古以来的一个矛盾 你要想成功 你在这个 这个传统的这个社会 你要想成功 你得玩点脏的 什么诚信 鬼诈之术 就得鬼骨子 对吧 这一套 但是呢 他又有一个理想 他希望一个价值观 对吧 就是 但是这个两个 不能合于一个 你看 就是说 一个人怎么可能 既是诚信 真诚的 高尚的 又是阴险的 玩阴的 于是呢 你看他在戏里 他把它分给了静王 静王你是代表道的 你是代表真诚的 诚信的 所以你永远不能脏 对吧 但是呢 你要这样 你绝对没戏 然后我来跟你玩脏的 你觉得他这个 这种这种结构关系 他是把这个 两件事混了 一件事叫兵不厌诈 叫做 离间计 美日计 梁魂计 苦日计 四十六计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不朝 需要胜利者 所以说打仗 他就得想而胜 他现在不是打仗 现在是建设 建设 那就得讲究程序 比如说老子就说了 以 以 以 这个老子去讲治国呢 那就是说 治一个大国如蓬小鲜 对不对 就讲究火候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这个 五 你可以 这个打仗 但是你治文 你就不能够不择手段 现在动不动就是成功 动不动就是 我需要胜 我需要打仗 比如文化 文化居然告诉文化战争 这都是什么概念 混淆概念 文和武 它是两个对立的概念 那是文斗 这是武斗 那是文化 那是武化 他告诉文化还得是战争 这不胡说八道吗 相当于 很多人为了显身沉 他就把两个对的概念 给你合起来 比如说冷暴力 暴力就是暴力 是吧 君子动口不动手 是吧 他有严格的界限 什么叫冷暴力 就是说 俩人我不理你了 不理你了 那叫冷暴力 这就不对 这些概念都是混淆的 就证明他思维不清楚 概念不清楚 概念不清楚 就没办法交流 怎么交流啊 你知道 比如说痛 病快乐 这就是一个 概念不清 痛就是痛 你乐就是乐 你为什么非得说 我痛我就是乐 乐就是痛 那人们要的名词干什么 可为什么有时候 我听您这个说话 我感觉到冷暴力呢 怎么是冷暴力呢 他君子动口不动手 他怎么是冷暴力呢 你二君子 你二君子 你那个 很多人跟你一样 那么感兴趣 这个梅长苏跟靖王的 这种分工啊 我觉得其实是 说好听的是浪漫 一厢情愿 其实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这个 这种幻觉 就是在政治 其实政治完全可以 既用谋略 用鬼 就是不是轨迹 就是用谋略 用计策 但又可能是光明正大 就是是目的正确的 他把他一定要把他搞的 就是说政治斗争 就一定要搞这些阴谋轨迹 然后又要述出一个光明正大的 这个其实不成立的 每个这么靖王 这么一个角色 我觉得其实有点危险的 我自己看 我觉得一个善良的 光明光明的靖王 取代了两个不太好的王子 他的两个哥哥 我深深的忧虑 一个好人 是不是比两个坏人 对峙会会政治上更差 所以我 这个是我的那个看法 不过回到他刚才讲 那个理论我们很熟的 就是兵啊 梁啊 信啊 这个理论 我们把孔子的理论 套回到这家天价鱼的店里面看 那首先第一个 去掉的兵 那就是警察 这个不应该猜 叼了个烟拿回扣 那我们假定哈 他也许根本没有拿回扣 他只是在那里不规范 这个先去掉 那余下来你说去量 你对一个开饭店的人 怎么去量呢 那无非你是就老老实实少卖钱了 所以他这个姓 其实也不是说叫他不吃饭 就是说你你要少赚钱 你不要去骗人这样做 但问题是大家都这样开 他生活不下去 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个人觉得 如果以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名义 就是名字不符啊 还有那个野生人工混啊 这可能不是这一家店的问题 可能是很多很多店的问题 对我觉得 所以我刚才讲 必须得开一个公开听证 你得听证凡两面的经验 让人家表达 叫做我反对你的观点 但是我誓死保佑你说话的权利 你正反两方 你都这样说 你不说你为什么撒谎 人家说我用林彪的话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那是林彪的话 那是文革的时候传的很广 那年不是文革结束四十年吗 好像是林彪谈到彭德怀的事 那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说假话 我不说假话 我办不成大事啊 那这就不是他的问题 这就是社会的意义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社会病社会 而不叫社会病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过多的妖魔化个人 比如这次说他这个那个 那个罚他多少钱 好像罚五十万 这就错 干嘛 逮着一个倒霉的 你你你罚他一底料 有用吗 对不对 你罚成一个暴民怎么办 对 第一 你罚成一个暴民 第二 你有什么用啊 你能逮着一个你就罚五十万吗 这是罪行法定 该罚多少钱罚多少钱 罪行法定 不能情绪 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是非法律的话 民愤是哪来的 民愤是煽动起来的 罪行法定 他他什么样的罪行 什么样的罪 他怎么能煽动民愤呢 你一煽动谁都有民愤 对不对 你信不信 你煽动民愤你还不容易吗 对对 那么民再说什么叫民呢 十四亿叫民 那你搞过车上调查吗 你你比如说有100万人 社会学搞调查 有100万人反对 十四亿呢 光神经病不再说吗 严重的精神病就是1800万呢 对不对 有精神病患者大概是8000多万 有严重的大概是1000多万 我怎么觉得你也是其中之一 对啊 你说我也是 那也可能啊 对不对 但是你得有证据啊 你得形成证据链 取证 治证 认证 证据链 证据链证据分七种 你得有 你得所证据分七种 七种 人证 无证 七种呢 完了还得 能说全了吗 这个 当然能说全了 但是咱没必要说全 就跟你讲 公正不能采信 好 对不对 这都是法治国家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要中医 中医是治一个得病的人 而且你为什么得病 是因为你正气不足 所以叫扶正驱邪 所以叫辩证实质 同病抑制 异病同质 人说你不是胡说八道吗 同样的病 为什么不同样的治 为什么同样的病 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 它就不一样的治 叫同病抑制 异病同质 辩证实质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大力宣传 中国的传统文化 特别是包括中医 但中医也有糟粕 你信中医啊 中医也有糟粕 但中医也有糟粕 西医动不动就抗生素 西医动不动就消毒 这都不对的事 你注意啊 你消什么毒啊 人就是毒 你都把人都给消灭了吗 对不对 而且多样性 一个多样性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 一个多样的世界 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包括我们党中讲 差异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细菌也有细菌的权利 是吗 当然了 连灯药病毒都不能消灭 灯药病毒现在还保留在 世界卫生组织的实验室里头 为什么 它是一个物种 这个物种是独特的 不可替代的 至于说它有没有用 有好的用 还是反面教员的坏作用 实践是简直的标准 您都看见了 是吧 不是看见 这都是报纸广泛宣传的 这还在那脑子 这脑子一举 这就是先进文化的 先进方向 让我去广告行吗 广告 枪枪在运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你就 我就相信这个网络 就是你说的民愿 它是各个口都能往外冒 比如说你都想不到 他们编这个段子 就说天价鱼 它还弄出地狱之间的矛盾 比如说就有人就说了 说三亚天价菜之后 海南网友的态度是 卧槽 这俩字 太黑了 查他 青岛天价虾之后 山东网友的态度是 太黑了 查他 哈尔滨天价鱼之后 东北网友的态度是 就这架吃不起 别逼逼赶紧滚 你看 这个挑动 大家有点地狱之间的 这个 是不是在这个事最初的时候 不是 我是觉得中国现在一个 他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啊 我觉得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 就像在美国高速公路开车 美国高路公司开车哈 他规定65英里哈 但是大家都开75 他呢有两条规定 一条就是说你不能超过65 另外一条呢叫Follow the train 就是说跟随大流 嗯 假如你特别慢哈 你也犯犯法 那么因为人人都超速了 所以警察爱抓谁就抓谁 随便什么时候 警察就看到你这个 一停 一停下 告诉你 刚才你开了75了 那给你一发贷 那你跟他说 前面人也开75 对 前面人开75 但我抓的就是你 那么警察抓哪两种人呢 其实警察是有规律的 一种呢 就是你太招摇 嗯 车五颜六色 你音乐放得很大 你速度比人家更快 大家75万 你开80 太招摇 第二种呢 就是跟他对着干 你警察一车一到哈 大家就乖乖的 就速度慢下来了 嗯 你警察已经出现了 你还超速 那我就一定罚你 今天还是这两条 一个叫顶峰作案 另外一个就是网上曝光 所以中美两国都是依法治国吗 对吧 命运共同体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法官的 或者说执法人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自由它有度 比如说7585 或者是65到75 它不能无限的度 是吧 你要说我就是 那个没到那个速度呢 你罚我 那我就反诉你 你可注意 这个一般来讲 告警察的也不是度数 民告官的可不见得度数 上次有个道 所以说这就是自由财产权 那么对待滥用自由怎么办 就是更加自由 你注意 你为什么 就叫监督监督者 批评批评者 为什么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他滥用自由 比如说网站 他就给你造谣 说明天就低人 天天有的网站说 就有低人 你信不信 你信 你就天天在外子住 早晚就感冒 早晚就着凉 对不对 你可别忘了 还是那句话 你老骗人 人家上一次上 两次上 人家还能上当吗 所以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叫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对不对 他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有人说我要管你 你凭什么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且实践是需要实践的 所以说用 你对待滥用自由 就是一个事 更加自由 你办呢 你天天造谣 我就问你 三天以后谁信你 你老说天天有地震 你老说地球要爆炸 我问谁信你 所以我们有一句老话 我们要相信群众 相信党 相信朝阳群众 是吗 不是 这句老话 假如你是 另外一家 渔村 就在他附近的 平常 那个牌照 可能也会过期 对不对 你不记得了 然后鱼呢 你也可能进的是一百 卖的是两百 平常也是这样 警察也打个招呼了 那现在隔壁这家 这叫什么北海 出事情了 发了五十万 那你说隔壁 假如你是隔壁的老板 你会怎么做 我要让我跟老板说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嘿 你偶然的 你逃得了今天 你逃不了明天 你逃了明天 你逃不了后 如果你全逃了 社会有毛病 不是你的毛病 哦 社会有毛病 整个社会 叫举世洪拙 唯我独青 可能吗 你刚才不就在说 社会有毛病了吗 可能吗 你还说病社会呢 对啊 所以说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不要过分的 妖魔化个人 比如逮着这个家伙了 罚他五十万 我认为就是错误到 他有没有错 你觉得应该罚过 该不该罚 该罚 依罚 就是罪行罚 不能说 乃李倒霉的有份 我们罚这个底儿掉 这就是非常错误的观点 啊